宅男暗恋女神多年 每天躲在床下 偷窥他的生活 一个男人身穿着纸尿裤 偷趴在女神的床底下 不仅窥视着他的日常生活 甚至很享受别人的床上运动 这究竟是什么变态的存在 这个人叫三景 从小就是个闷葫芦的性子 一直读来读往 孤言寡语 根本没人会注意到他的存在 小时候就被父亲遗忘在车里 毕业典礼上也没人在意他的缺席 直到三景遇到了一个女生 简直可以说改写了他的命运 那天在课堂上 三景刚好被老师提问 昏昏欲睡的他一脸茫然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了一个甜美的声音 帮他破解了尴尬 这个如天使般降临的女主叫千寻 不仅人长得漂亮 还把书借给三景看 估计了多年的小偷名 受宠若惊 这是三景第一次 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 对于他来说足以终身难忘 所以下课后 三景一直尾随着千寻 想与他一起喝杯咖啡 千寻也十分热情地答应了 三景点了和千寻一样的咖啡 不善言辞的他紧张极了 千寻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说话 而三景却一句话也没说 直到女生问 他的兴趣爱好是什么时 他才吞吞吐吐地说 喜欢孔雀鱼 说到孔雀鱼 三景这才打开了话匣子 开始说起了自己 养孔雀鱼的经历 千寻也特别捧场地点头附和 还说自己也想要看看孔雀鱼 于是隔天 开心的三景 便带着孔雀鱼来到千寻家 可是接下来 昏暗的电梯门开了 这不过是三景以前的回忆罢了 现在的他已经三十岁 依然只喝着那种 与千寻初见时的咖啡 看着屋子里美丽的孔雀鱼 三景做了一个决定 想去找找暗恋多年的千寻 于是经过一番咨询调查 他才得知千寻毕业后就结婚了 现住在郊区的海边城市 有了具体住址 三景很顺利地就找到了千寻家 在外面徘徊了很久 才见到有人出现 与之前阳光活泼的千寻对比 现在的他满脸疲惫不堪 就算和三景擦肩而过 他也丝毫没有认出三景来 身上也没有了甜甜的香水味 这让三景忍不住猜想 这么多年千寻到底经历了什么 为了接近千寻 三景在附近租下了一家店铺 楼下是孔雀鱼水族馆 楼上是填满千寻画像的住处 又偷偷买了一个假模特 给他穿上了衣服和鞋子 还喷上那股熟悉的香水味 三景闭上眼睛 轻轻的抚摸着 仿佛千寻就在自己面前 接下来的每一天 三景都在监视着千寻的生活 不管什么时候 不管什么地点 他都时刻观察着这个心爱的女人 偶尔也能看到洗澡后的千寻 这让他享受至极 有天千寻的丈夫回来了 在吃饭时 突然泼了千寻一连水 接着更变本加厉的对他大大出手 男人正在偷窥对面的人妻 却只见他被丈夫拳打脚踢 丝毫没有联系之意 第二天一早 三景便来到了千寻家门口 令人意外的是 夫妻俩就像没有发生过冲突一样 依旧是情色和民的样子 如果不是千寻脸上的郁青 三景都要怀疑自己看错了 看着他憔悴的样子 心疼的三景也明白是怎么回事 可是他能怎么办呢 他也只能每个月 拟命送花给千寻 在卡片上写下鼓励的鸡汤 希望千寻能慢慢开朗起来 但说到话的千寻却并不高兴 每次都拿去扔掉 直到有一天 千寻来到了三景的水族馆 他一眼就看中了美丽的孔雀鱼 可是觉得价钱有点太贵了 三景叫住了正要离开的千寻 表示可以直接送给他 就当是新客大抽兵 只需要偶尔来买买鱼饲料就行 就这样 三景抱着水箱来到了千寻家 好像又回到了那个阳光灿烂的午后 就在千寻给三景拿礼物回赠时 他偷偷拿走了桌上的钥匙 重新复制了一把后 又放了回去 还在里面安装了窃听器 接下来三景便可以随时知道 对面发生了什么 趁着千寻出门的时候 他就偷偷留进家里清洗鱼缸 更换窃听器电池 甚至不忘感受一把女神的味道 可是这一天 却遇上了刚回家的千寻 幸好紧急时刻 有人打来电话 三景才得意逃脱了 而千寻完全不知道 家里进来过一个陌生人 他也只把三景当成了街坊邻居 有时候还带着小孩一起去光顾水族馆 喝着三景给他冲泡的咖啡 看着终于有说有笑的千寻 三景又想起了几年前约会的情景 等到千寻走后 他还深情默默的触碰着千寻喝过的杯子 虽然三景已经见到了心爱之人 但是他想更近距离接近千寻 于是他穿上纸尿裤 偷留进千寻的房间 悄无声息的藏在了他的床底下 床上激情摇摆 床下的男人却在静静聆听 感受着他们夫妻间的运动 可是还没等他回味过来 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 丈夫看到千寻口袋里有三景的名片 便怀疑自己的妻子有了外遇 又开始对他动手动脚的 看到凄惨瘦小的千寻被打 躲在床下的三景只能痛苦万分 不敢贸然做出任何行动 接着丈夫还不解气 发疯似的把千寻拖进浴室里 一次又一次的把他的头摁进水里 收不住的千寻终于晕了过去 过了很久 等到半夜丈夫熟睡的时候 三景赶紧跑到浴室 抱起受伤的千寻 用自己的身体帮他取暖 其实千寻一直都觉得家里有人 而这一次却真实感受到了 自己身上的体温 说明这肯定不是幻觉 又过了几天 千寻接到了父亲病危的电话 他向丈夫提出想回娘家看看 就因为这句话又遭到一顿暴打 而此时躲在家里的三景 拿着手上的电报 还是不敢出手 他讨厌这样懦弱又无能的自己 愤恨的把所有东西摔了个粉碎 而另一边 千寻也终于发现了三景的窃听器 他尝试着对他说话 希望那个窃听的人能帮帮自己 不了 还没说完 丈夫又冲进来 对他拳脚上家 千寻的处境实在是痛苦万分 但是他这次 为了父亲 居然敢拼死抵抗 眼看丈夫被激怒 就要对他下狠手时 千寻却突然大声呼救 而这次 三景终于出现 点晕了丈夫 千寻看到三景后 一脸不敢相信 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藏在自己家里 为了杜绝后患 痴情的三景 甚至帮他掐死了丈夫 在警局 路口供的他 突然听到了千寻的声音 原来就在刚刚 千寻在三景那里 找到了自己的照片 他也想起了 以前那个 不善言辞的男生 而千寻 简简单单的三个字 却瞬间 照亮了三景的内心 一声呼唤 一声想念 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仅仅是为了千寻 能记住他而已 对你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